郭玲玲在外面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李友才和厂长走出办公室 厂长离开之前还拍了拍李友才的肩膀 李副厂长 注意形象 厂长说完就离开了 李友才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一直在想这句话的意思 丝毫没发现旁边的郭玲玲正在一旁守着 李友才 你不是跟我说好陪我去诊所的吗 玲玲 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在外面说 来 进办公室里面来说 两人进到办公室之后 李友才让郭玲玲坐在沙发上等一会 自己出去一会马上就回来 随后李友才找到了助理小王 小王 让你买的多他要买了吗 买好了李哥 接下来需要怎么做 你先去接点开水 怎么用你应该知道 然后等会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把水端来就行了 好了你赶紧去弄一下 好的李哥 我马上就去 目送小王离开后 李友才一边往回走一边想着接下来的计划 他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深呼吸一口 整理好笑脸再次推门进去 刚回到沙发前看到郭玲玲还在等着 因为李友才的两次放鸽子 郭玲玲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 李友才 上次你答应我的带我妈去看眼镜 放了一次鸽子之后 昨天说好的今天早上到我去诊所看看的 结果又这样 你真的好让我失望 玲玲 我最近工作真的很忙 常理一大堆事情 过几天常理要评选 我要做点准备 所以这几次确实对你照顾不周 我发誓一定不会有下次 等这次评选过后 我就和他们公开我们的关系 那现在我带你去诊所查一下吧 不用了 我已经去查过了 那结果怎么样 大夫确实说我是怀孕了 果然还是怀孕了 早不怀孕 偏偏这个时候怀孕 不过等会小王的堕胎药就来了 这个小白眼狼可千万不能被生下来 无论怎么样 这个怀孕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我的评选课就泡汤了 玲玲啊 怀孕的事情你先不要和任何人讲 等我成功被评选成厂长之后 我再把咱俩的事情公开出来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我尽量满足你 我们家的粮块没了 你能不能先给我一百块钱 我去买粮 没问题没问题 我当这个副厂长这些年 也吃了不少回扣 这一百块钱还是没啥大问题的 能用一百块钱堵住郭玲玲的嘴还是没问题的 此时小王端着两杯水走了进来 二妹辛苦了 喝点水吧 小王把那杯掺了堕胎药的水给了郭玲玲 把普通的水给了李友才 李友才看着郭玲玲有点紧张 毕竟这种事情自己还是第一次干 小王你先出去吧 我和郭玲玲还有一些事情要谈 小王出去之后 李友才看着郭玲玲一言不发 脸上显得有一点不自然 李友才你怎么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没有 我在想给你妈买什么不平好一点 好吧 李友才 接着郭玲玲把手中的水一口气喝完了 隐约觉得手中的水味道有点不对 李友才 这水怎么有点苦 是吗 我呵呵看 李友才端起自己的水也一口气喝完 不是很苦啊 是不是你怀了孕的原因 或许吧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回头再给你妈买点补品 这眼睛的事情我另外安排时间 好的 就这样 郭玲玲就这样回去了 她看似是要和李友才吵架 实际上郭玲玲根本不在乎李友才爱不爱她 而是舍不得李副厂长的身份给自己家里带来的福利 另一头 郭玲玉在监狱里依旧坐着大姐大的位置 享受着所有女球的服务 郭玲玉年龄不大 却没大没小地使唤着三四十岁的阿姨为自己揉肩膀 小赵你饭没吃饱吗 这么没力气 真是个废物 所有人都不敢多说一句 毕竟没人敢拿自己的行妻开玩笑 好